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那枚蓝宝石戒指 不管用 管用 但无法证实 能证实的东西都作为机密 被埋在陕北的黄土地里了 我这一辈子 没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 今天我想提个要求 希望组织上 无论如何 答应我 我和陆汉清同志 是同为一个小组的战友 他生前 常常为我擦屁股 老子总是给你开狗子 老子都害羞啊 这如果要换了其他人 早就躲了 他牺牲了 我去 用 做过的 我尽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你 我希望有一天 有一天组织上 能找到他的遗体 把我跟他暗葬在一块 也算是我尽了通逃之意 我想老陆了 还有陈真儿 真儿的骨灰 被我错骨扬灰 扔到了家里江 我记得这样 亲手给我织了一件毛背心 我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吧 子弹打过来的时候 他也可以为你挡一挡 让你疼得轻一点 都背不着 郑先生 如果你说的这些 军属事实 请放心 组织上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共和国绝不会忘记那些 为革命献身的烈士 有你这话 我就安心了 我终于回家了 我知道 你称我郑先生 是组织上 还不能接受我这个通知 由于你身份的特殊性 所以组织上 目前还不能公开地 给你什么说法 凡是打入国民党系统的 并且失去组织联系的人 要想恢复组织关系 必须要履行严格的受讯 况且 你的情况更加复杂 痛恨和揭发郑耀先的人太多 目前 难以给你公开地评论 这一点 你能理解我 从我打入敌人内部那一天起 我就甚至 连死 都要无声无息 还谈什么说法 还有一点 为了防止别人产生怀疑 川康特委追杀你的命令 暂时还不能撤销 怎么样 你有问题吗 那我以后 只能叫周之前了 我们要处置的是 与人民为敌的政要先 并不是周之前 下任务吧 协助我们 尽快抓到公术 给你任务 是组织事实上 已经相信了你的忠诚 当然 你和他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 我相信 一个优秀的侦察员 绝对不会被私人的感情所左右 有难处吗 我知道我的职责 该做什么 我也清楚 当年 跟郑建明达成交易 我就做好了 在国民党内部里 做便领深厚的准备 能与兴兴埋名继续为党 工作 于我而言 是最大的光荣 那么对于江万朝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不准备抓他吗 你知道 他在我们内部想有很高的声望 我明白 您需要直接证据 放心吧 只要被我盯上的人 十有八九 他都跑不了 会让他原形毕露的 那你打算做什么 向外散除充许 就说 山城公安局 抓住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 看看台湾方面的反应 对 只要台湾听到消息 为了弄清是不是影子出了麻烦 肯定会动用潜伏的特务来调查 这样 只要我们把重点 放在特务注意的对象上 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不愧是丰富经验的老侦察员啊 看似这么棘手的问题 让你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给化解了 真厉害 不愧是丰富的 人老成精 万象哥有个亲戚 他是当习医的 他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维稳团 他都会归老的嘛 县政领导给他带那么大的大红花 霸道得很 是吗 钟医生是不是留在朝鲜了 参加中规人民志愿军 不过钟大夫参加志愿军是可能的 他一直思想进步 解放军打到山城的时候 他是照顾伤员 三天三夜都不睡觉呢 钟大夫了不起哦 为了抗美援朝 家业都不要了 国家是大家 侦所只是小家 家国天下嘛 对 怼头怼头 家鬼天下 我有点死心 我先走了哈 您慢走 好好好 你还抽吗 再抽我这嗓子眼儿 就成烟囱了 那送你回去吧 行 还是 把靠子给我戴上 灵桃的尸体还没有烧 就停在停尸房 你不去看一眼 他真的是 毁容自杀的吗 用的是替灯 他生前啊 最喜欢的 就是他自己的这副皮囊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其实他今天的结局 我早就料到了 哪有这样的下场 是迟早的事 是 人的命 在天 不在自己 周桥由你的邻居来照顾 恐怕会有问题 是一个叫秋和的女人 收留了她吧 是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 秋和虽然以前是妓女 但是人 心不坏 灵桃给孩子留下 那枚蓝宝石介石 看他出 他对孩子 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既然难以割舍 还是选择了自杀 他 说明他 对我彻底死心了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门 能使灵桃对我死心的原因 只有一个吗 他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 我写给中央的一封 证明自己身份的信 肯定是被他看到了 他 说起来 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特工 只可惜 他走错了路 这是我的头发 你这是干什么 看他一块烧掉吧 你不去见他最后一面 你不去见他最后一面 我恐怕 没有那个勇气 良人随好 绝非久留之地 到了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 博外诊所 绝不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歇业的牌子挂得太久了 难免会遭人猜忌 现在外面的大街上 就有形迹可疑的人出没了 生存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 我们今天撤离不是逃跑 今时不同往日 我公术 不会勉强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 真的假的 愿意跟我去的 走 不愿意去的 另行安置 我不会有半点怨言 楼仪尚且偷生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们军统的弟兄 没二话 什么军统 中统的 公长官说了 六哥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那你表个态 我当然嫁及随 我们总统的弟兄 听从公长官的安排 你们的六哥 也是我们的六哥 也是我们大家的六哥 对不对 是啊 对不对 对 那好 接下来我来分配任务 原来分配任务 看名 你既然当了任志 那就人质到底 我劝你不要大喊大叫 假如我们撤离不出去 你的末日也就到了 等等 你放心 我轻易不杀生 这又算我的杨寿 至于你能不能活下去 那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子弹不长眼 他可不分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仗打起来 你们自己认一旦误杀了你 你最好不要从阴曹地府 跑出来找我抱怨 还有话说吗 乾坤知道 不爱男女 男女知道不爱阴阳 阴阳知道不爱顺逆 阳为刚 阴为柔 韩明 我看你是阴阳颠倒 要知道 顺则生 逆则死也 只是我没想到 到头我是这么个死法 把她嘴堵上 女共党托信哥呆出去了信 公长官就料到共军会来 特意设下了这个局 声东击西 请安 要 一会儿共军要想攻进这个后院 不要灵犀子弹 给我很稳地打 是 宋长官 为什么不杀了这个女共党 这是宋长特意设下的局 这是宋长特意设下的局 拿这个女共党做人质 好让兄弟们从暗道撤离 不走暗道 共军四面八方围固 兄弟们插翅都难飞 是 你们俩托着门口 是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们拉就包子 你们这些变相的同志敌人 让他们转移 愣着干什么 让我快拉下去吧 是 快点 快点 等他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坐吧 我们收到一位性格主人转来的血书 上面是韩冰同志的笔记 通过分析他列出的几条线索 我们最后判断公术就藏身于汉江陆的博爱陈所 经过公安局研究 部队立刻在权势范围内进行戒严 何为是将公术罪帮匪徒彻底消灭 糟了 什么意思 我不反对用病 你这么一戒严恐怕再抓到公术可就难了 公术它不是个一般的特工 您用这种办法只能成全它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山城 项密乌深 人口众多 想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公术又恰恰擅长一个藏子 我敢跟你打赌 无论你派去再多兵 在抓住的人当中 一定没有公术 还有 抓人 为什么要拉警报啊 当然我理解 是为了疏散群众 免得伤机无辜 可是 公术的警觉性非常高 你们这么做 他难道 猜不到是针对他的吗 我们是先包围了博爱诊所 才拉响了警报 遇到抵抗了吗 小有抵抗 这就更糟糕了 大批特务 已经转移了 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公术不是个傻瓜 他是不会跟你硬碰硬的 他肯定是留下几个人 跟你周旋 大批的特务 早就悄悄地撤离了 悄悄地撤了 撤离在哪儿啊 小银行 一 二 二 我还要走 五 二 三 三 六 三 四 四 三 三 一 你会堕落堕铁炸乱吗 陈长官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工厂早有准备 杀了他 共军又不是龙子 能听不见吗 偷袭变成了强弓 如今敌强我弱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 无疑是拿鸡蛋碰石头 此去没有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柳哥 弟弟无能 弟弟救不了你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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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军 会发现传单吗 尚未有我公书的名字 公军相不发现也难 我用自己引起公军的注意力 希望小安他们能结育成功 你可真行 明知道韩冰会通过性格去报信 也不拦着他 我当时真是捏了一把汗 怎么了 我在想柳哥 我记得柳哥 第一次给我交代任务 从那个时候起 算正是跟上了他 如今几年过去了 柳哥却不知去向 岂止他 撤逃到台湾的不乏亲朋 独我一人 亡羊心态 我不知道今时今时 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古人 人生难得月荡头啊 你一定会见到古人的 老人们不是说吗 有智者是经常 我呀 倒真羡慕你这点儿女情常了 党国留给我的 都是欺骗和痛苦 你觉得党国还有大业 你也开始怀疑他了吗 我说的是实话 我曾经也以为 只要咱们齐心恶力 终止成长 中华民国 不至于造他 到什么地方去 可我错了 无论我怎么拼命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攻他 日益强大 党国一天天地摔摆下去 简直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不是唐被当成 白白搭上一条心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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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 尼 Và цвет 老虎 怎么样 大首长来看你 你还不高兴啊 大首长来看我 我高兴 可大首长空着手来 我就又不高兴了 怎么样 光有苹果有啥意思 我想吃点心 你小子 还蹬鼻子上脸 受不伤怎么了 老子受的伤不凭你少 不就是挠个痒痒吗 懒得跟你废话 说任务 有任务我最高兴 你呀去给一个人当徒弟 谁呀 要当我师父 可带过我这款 是谁并不重要 除了好好配合他工作 你还要保证他的安全 是 还有 他对你讲的每一句话 绝对不能外露 如实地向我汇报 来 也包括 对江副政委他们 也要保密 对 这是命令 是组织上的命令 还包括韩克长 对 谁呀 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 这个人啊 你见过 不仅见过 而且还熟 你就告诉我是谁吧 我这心里急的 就像有一只猫爪子 滋嘎滋嘎 这刀子痒痒得很啊 抱歉 只能在这儿跟你见面了 我喜欢监狱 这儿清静 江万潮还住在医院 他的心病 大于他身体的病 韩冰怎么给关进来了 这你就不要管了 组织上会处理好的 你给国民党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怎么样 共产党的接班人 你有没有兴趣带一带啊 带谁 马晓武 谁 马晓武 他不行啊 他的资质不够 像公术那等资质 你这时候让我上哪儿找去啊 周志浅 我耳朵没塞猪毛吧 你小声点 你 你让让什么 不是 大首长 不是 这毛主席说了 咱可不行这么开玩笑的 他 你让我给他当徒弟 他够格吗 够格 我不是小看你 他要玩死你啊 你零投胎转世 你都不知道自己 是被怎么玩死的 要这么说 他就不是周志浅 他是政要先 别管他是谁 你就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师父 好好跟他学 这个职业 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他不是拉郎配 我说马晓武私质不够 不是嘲讽他 是不想害他 这么多人 就选不到一个比他强的吗 比他强的有 韩冰就比他强 可你能带吗 好啊 只要他不反对 废话 韩冰要是能用 我还让你带马晓武干什么呀 这韩冰 到底怎么了 你别管别人的事 就说你自己 我就是问问 是这样 公安局为了配合台湾排查影子 就有意地多关押了几个人 这其中就包括韩冰 韩冰在和公述这次交手中 确实存在着不应该出现的失误 本来公述完全可以杀死韩冰 可却偏偏没有这么做 这就令人回味无穷 俯下连篇 群众对韩冰有反应 言归正传 你到底是带不带啊 韩冰暂时不能工作 他这块的担子 将来就得落在马晓武的身上 马晓武要是担不起这副担子 那损失的可是我们党 我 你就说你带不带吧 我 我 我的 你就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能不带吗 那咱们说定了 只要他伤一好 我就把人送过来 他受伤了 是你的得意弟子 打伤了你的关门徒弟 还有什么事 我就是来陪你抽根烟 这可是好烟啊 我从北京带来的 我抽 我抽 真想去趟北京 否则 这死都不瞑目啊 干什么 去看看天安门 你能不能重新给我找个师傅 什么 比如 巾帼英雄韩克上 他哪一点也不比他差啊 韩冰 我代表组织问几个问题 你是怎么被俘的 又是怎么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 您能称呼我韩冰统治吗 在你的问题没有能清楚之前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韩冰 你要和组织说实话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虽然做了俘虏 但我没有辱谋共产党员的称号 公术 杀了那么多我党同志 可他为什么偏偏留下了你 那你应该去问他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什么态度 你究竟想让我说什么 好 就算我工作出现了失误 给我一条活路行不行 行不行 韩冰 我希望你能保持冷静 这样下去 对你的处理没有什么好处 你与公术这次交手过程中 确实存在不该出现的失误啊 你什么意思 你把这些话说来给我听 其实就是在怀疑我 是群众对你有反应 群众对我有什么反应 大家怀疑我什么 不是怀疑是疑问 为什么你还活着 你说什么 公术啊 为什么要放了你 我 为什么我还活着 要放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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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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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